您在此访的一次演讲当中还提到 中国从不筑起高墙 从不施加政治条件 从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等等 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国际倡议等方式 向国际社会分享自身的发展成果 在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背景下 您如何看待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以及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意义 我看这就是了大关的分别 争取关于中国 和中国一目的 争取关于中国一目的 不只是因为两种不同的 争取关于中国的两个关系 不能因为两个完全不同 也在中国世界中的方便 在中国一向南部 那些与中国一向中国的 对中国的观点 争取关于中国一向中国的 是在想出的所有的经济 但是,在中国的独自身上, 在中国的勇力,在中国的勇力, 在中国的勇力, 我们在其他人的勇力, 我们认为他们要中国的勇气, 而是中国的勇气, 在中国的勇气, 在中国的勇气, 我们的勇气, 在中国的勇气, 现在的勇气, 中国的勇气, 出发的流行方式发展到中国人的培许多 吉他建设和费用者的费用者 注意力量是达到中国人的费用者 我们的费用者